天顺七年 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去世仅仅一年 朱祁镇就下令 恢复孙太后情敌胡善祥的皇后之位 还让胡善祥得以赴帝室 世号全称是公让承顺康慕尽赐张皇后 要知道 胡善祥当初是明轩宗朱瞻基亲自下诏废了的皇后 朱祁镇此举无异于是帮亲爹复婚 不仅打了亲娘孙太后的脸 也打了亲爹朱瞻基的脸 而且朱祁镇和胡善祥可不熟 没有史书证明 他和胡善祥这个废后有过接触 朱祁镇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这与他最爱的前皇后有关 前皇后霍州贵妃之间的争端 与当年孙太后和胡善祥之争 实在是太像了 临朝建立之后 一连几任皇帝都有一个习惯 郑祁生下嫡长子之后 其他的妃子才有生育的机会 所以明朝开国之后 朱镖 朱文奎 朱高赤 朱瞻基 连续四任太子 都是皇帝的嫡长子 这在古代的大一统王朝里 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记录 可这个记录 却在朱瞻基登基之后被打破了 朱瞻基的第一个儿子朱祁镇 是贵妃孙氏生的 而不是胡善祥生的 这倒不是因为朱瞻基不给皇后胡善祥机会 而是因为朱瞻基的前两个孩子都是胡善祥生的 可却是两个女儿 之后 胡善祥几次怀孕 却都小产 朱瞻基年近三十 家里实打实的有一个皇位要继承 实在等不了他了 如果仅仅是后宫一个普通的妃子为朱瞻基生下长子 或许胡善祥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 毕竟自古以来 皇后无法生育 却依然稳居后卫的例子多了去 可偏偏为朱瞻基生下长子的孙贵妃不是一个普通的妃子 她是朱瞻基最爱的女人 和朱瞻基青梅竹马 朱瞻基大约只有十来岁的时候 她的外婆把和朱瞻基年纪差不多的孙氏送进了东宫 由朱瞻基的母亲亲自抚养 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孙氏是朱瞻基未来的妻子 可是朱瞻基为孙子选妃的时候 晴天间掐指一算 选中了家里有祥瑞的胡善祥 而孙氏只能坐平 朱瞻基登基之后 胡善祥成为皇后 孙氏只能屈居贵妃之位 随着朱瞻基君临天下 她和胡善祥那点为数不多夫妻情分也逐渐破灭 她是个贪玩的皇帝 胡善祥却是个贤后 常常劝谏朱瞻基 这让朱瞻基对胡善祥越来越反感 而青梅竹马的孙贵妃 则一如既往的温柔或人 陪着朱瞻基骑马画画 和胡善祥形成鲜明对比 等到孙贵妃为朱瞻基生下长子朱祁镇 朱瞻基便不再忍受胡善祥 她想废后 却找不到胡善祥的过错 只好以胡善祥无子为由 勒令胡善祥自己退位 而后朱瞻基把朱瞻镇立为太子 用母以子贵的理由 把心爱的孙贵妃扶上了后卫 明朝是一个注重祖宗 惩罚的朝代 朱瞻基的这一做法 对朱瞻镇的后宫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皇后与周贵妃之争 朱瞻基为了等嫡长子 三十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 可他三十七岁英年早逝 以至于朱祁镇登上皇位的时候 只有七岁 朱少国一 或许是吸取了朱瞻基的教训 朱祁镇大婚之后 不再等待嫡子 在他的原配前皇后 还没有生过孩子的时候 妃子周氏便早早地 为他生下了长子朱健身 朱健身还不到两岁的时候 土木扑枝便发生了 朱祁镇当了瓦拉人的俘虏 直到一年之后 才又回到了北京 那时候的皇帝 已经是朱祁玉了 而朱祁镇则被囚禁在南宫 朱祁镇回到北京之后 悲伤地发现 发妻前皇后 为他哭下了一只眼睛 又因为担心 他不肯睡到床上 成天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而瘸了一条腿 哪怕是朱祁镇回来之后 前皇后也没能过上好日子 他和朱祁镇一起 被囚禁在南宫 由于日常生活用品 被朱祁玉克扣 前皇后只能领着妃子 和宫女们做刺绣挣钱 在此期间 不少妃子都为朱祁镇生了孩子 前皇后的肚子瘸 一点动静都没有 景态八年 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 重新登上了皇位 前皇后依然是他的皇后 由于他没有嫡子 便把庶长子朱建生 立为了皇太子 而朱建生的母亲周氏 则被封为贵妃 可周贵妃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女人 仗着自己的儿子是太子 不肯屈居于前皇后之下 她派了一个叫做蒋美的太监 去和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商量说 前皇后无子且残疾 不配母依天下 应该让太子的生母周贵妃当皇后 才不是明朝的面子 这位孙太后 正是当年和朱瞻基青梅竹马的孙贵妃 她正是仗着生下了朱瞻基的长子 挤掉了朱瞻基的原配 胡善祥 当上了皇后 进而当上了太后 在孙太后眼里 周贵妃的处境和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 既然当年胡善祥给自己让位了 前皇后自然也该给周贵妃让位 于是 孙太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周贵妃的建议 可是 孙太后和周贵妃没有预估到一个变数 那就是朱祁镇的心理 在孙太后和胡善祥之间 朱瞻基更爱孙太后 所以孙太后能挤掉胡善祥上位 可在前皇后或周贵妃之间 朱祁镇更爱前皇后 面对非母子前皇后 而立太子生母周贵妃的提议 朱祁镇勃然大怒 她和前皇后是结发夫妻 感情深厚 前皇后不仅为她瞎了一只眼睛 瘸了一条腿 还在南宫的七年岁月里 为她尽心尽力 与她患难以共 这样的女子 她怎么能够辜负呢 朱祁镇不好公开斥责孙太后或周贵妃 便只能怒斥为周贵妃传话的太监蒋缅 搬弄是非 将蒋缅贬斥 前皇后或周贵妃的地位 仍维持原样不变 然而 通过这场风波 朱祁镇和前皇后意识到 有了胡善祥没有犯过任何过错 却因母子被废的前车之鉴 前皇后的地位并不稳固 哪怕朱祁镇活着的时候 能够庇护前皇后 可一旦朱祁镇死在前皇后之前 周贵妃的儿子登上皇位 他们母子还不一定怎么对待前皇后呢 朱祁镇开始思考 他要如何才能保证 哪怕自己离世 前皇后也能安安稳稳地当上太后 朱祁镇为什么要恢复胡善祥的皇后之位 前皇后和朱祁镇夫妻多年 不能生育已成定居 而周贵妃这个未来的皇帝之母 看前皇后不顺眼 也是明摆着的 要想保住前皇后将来的地位 最治标也治本的方式 就是废了朱建生这个太子 换一个本人亲近前皇后 母亲也和前皇后交情不错的皇子 当新太子 朱祁镇的人选 是次子朱建林 他让前皇后收养了朱建林 并开始为朱建林造势 例如朱建林出宫建府的时候 朱祁镇便命令文武百官 多去拜见朱建林 这是阅志的 却可以为朱建林造势 让大臣们知道 朱建林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不一般 只是 在明朝 要非太子谈何容易 明朝是最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 文官们也执拗得很 为了继承顺位 可以和皇帝杠到底 朱建生在朱祁育年间 曾经被废过一次 他没有犯过任何过错 大臣们不会眼睁睁看着他 在莫名其妙被废第二次 朱祁镇只能徐徐徒之 一边为朱建林铺路 一边寻找废太子的机会 与此同时 为了巩固前皇后的地位 他要做一件拨乱反正的事 恢复胡善祥的皇后之位 当年的胡善祥是无过被废 朱瞻击废了他的唯一理由 就是他没有儿子 应该为太子生母让位 周贵妃正是通过这个先例 向前皇后发难 要求前皇后效仿胡善祥 把皇后之位让出来 由于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 是当事人之一 是胡善祥被废的受益者 朱祁镇和前皇后 也不好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可是孙太后一去世 前皇后立刻上书朱祁镇 请求恢复胡善祥的皇后之位 朱祁镇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朱祁镇还给自己这一举动 找了个理由 当年朱瞻击废胡善祥 是年轻冲动之举 后来朱瞻击也可后悔了 其实朱瞻击废胡善祥的时候 已经三十岁了 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后来和孙太后的感情 也一直很好 哪来的什么年轻冲动 更别提后悔了 朱祁镇这么做 只不过是为了向全天下宣告 即便胡善祥没有儿子 也不该被废 前台词就是 前皇后没有儿子又如何 依然可以稳坐皇后之位 事实证明 朱祁镇的担忧是是正确的 他还没成功换太子 就早早离世了 周贵妃果然又用胡善祥的例子 说前皇后不该当太后 若不是大臣距离争 前皇后又要被周贵妃压倒了 如果朱祁镇 没有恢复胡善祥的皇后之位 周贵妃可能就要得逞了 胡善祥皇后名分的废处和恢复 都是因为皇帝在为亲爱的女人征待遇 朱祁镜为了心爱的孙贵妃 废了她 朱祁镇为了心爱的前皇后 追尊了她 只是 朱祁镇恢复她皇后名分的时候 她已经去世多年了 享受不到皇后的待遇 她终究是皇家爱情的牺牲品 你觉得是不是呢